佛教起源于印度,已有2500多年历史 按照史籍记载,佛教是在汉朝传入中国的 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的时候 梦见了一个身高六丈的金人,从西方飞来,在电亭上空盘旋 随后汉明帝派遣使者到西方求佛问道 公元68年,修建了历史上第一座寺庙,白马寺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佛教主张修身养性,超脱生死之苦 所以得到了平民百姓的认可 三国统一后,魏晋的政治氛围相当黑暗 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愿为朝廷效力,用玄学逃避现实 所以佛教又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 随唐时期,佛教得到了统治者的厚爱 随文帝时期,建立了三千多间寺庙,一百一十座佛塔 僧人的规模发展到了五十多万人 随阳帝也继承了父亲的佛教政策 他提出以佛治国,并且不遗余力地发展佛教 唐宣宗时期,法师玄奘西行举经 把佛教的发展推上了高峰 佛教在中国发展了上千年 现如今,僧人居住的寺庙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四川省乐治县有一个豹国寺,建立于公元582年 已有1400多年历史 寺庙里面有一棵千年古树 里面隐藏着上千尊怪异古佛 这些佛像造型古朴,大小不一 远远看去就好像长在古树里一样 四川省乐治县豹国寺这一项特大发现 引来了几个精通佛法的专家 他们对古树里的佛像赞叹不已 消息曝光后,央视还专门为豹国寺拍摄了一期节目 除了古树外,豹国寺还有三角 分别是磨牙造像,明代石棺,玉佛耀辉 豹国寺的历史遗迹曾引发过一场轰动 游客们慕名前来观赏 豹国寺的僧人也大开封面之门 让大家一保眼福 但期间,部分游客做出了不文明的举动 在豹国寺的历史古迹上涂鸦甚至是破坏 现如今,豹国寺已经解决了所有商业行为 希望能把寺庙里的佛像和遗迹恢复到原来的模样